自古城王外扣 可在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中 并没有对一个人有这么绝对的判断 因此正是这样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感人之身的坏人 和深恶痛绝的好人 而我今天要说的这位 可能绝大多数读者会觉得 他是一个好人 甚至是一个英雄 他就是黄荣的二女儿郭湘 后来峨眉派的开山祖师 这里也并非全然否定郭湘的能力 只是换一个角度 再来看看这个角色 在《神雕侠侣》中 对郭湘的描述很多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的豪爽 在搭配他姐姐郭湖的斤斤计较 让他赢得了不少武林豪杰的喜欢 也正是因为这样 郭湘才能行走武林 后来创立俄美派 可重温神雕侠侣后 却发现他的大度其实假得很 就比如说在风林渡口 他没钱还要请客栈的人吃饭 结账的时候 就把一根香珍珠的金三拿来顶账 郭湖出面制止 郭湘还反驳 郭湖怒道 但是拆头这颗明珠 总值得摆多两银子 以此赖活赖的跟猪伯伯要来 却这么随随便便的请人喝酒 妈问起来是怎么交代 郭湘笑道 我说在道上掉了 找来找去找不到 从这里能够看出 郭湘是死起白来问别人要的金三 对方还是一个很爱护自己的男性长辈 试想一下这里的猪伯伯 也就是伊登大师的徒弟猪子柳 作为一个男人 怎么会有女人的配事 所以很可能是他的心上人送的东西甚至遗物 他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要 才会带着身边 因此被郭湘发现 最后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 和自己对他的爱护才给了他 而郭湘就这么就把对猪子柳 这么重要的东西做了人情 他甚至还想着说谎丢掉 不想让对方知道 自己的大度是建立在别人的失去之上 还有一次是一个穷女孩 看上了黄蓉的手镯 郭湘就直接替他妈做主 送给了对方 送了不说还不告诉黄蓉 甚至还想摔锅给郭府 郭湘这种好人也太好当了吧 只要有弱者要东西 只要不是他自己的 直接自己做主送了 反正不是自己的不心疼 至于别人只要不是失去东西的那个人 大家都觉得 郭湘好好爽啊 送东西也就罢了 更让人看不下去的就是郭湘 杨过两个人轮流劝英姑原谅杀了他孩子的囚签人 虽说这时候 囚签人已经回过了 可杨过 郭湘两个 一个说英姑心胸狭窄 一个说就是何必计较 真是好一个康他人之楷 好一个拿他人儿子的性命冲大方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杨过身上 与小龙女分别16年 为什么他就不能放下那段感情 杨过与小龙女离开之后 我想又为什么寻找多年 他们这还都不是丧亲之痛 英姑的孩子死了就白死了 一句就是何必斤斤计较 就让他换过仇人 怎么事情到了他们身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呢 拿别人的东西做好人 劝人善良 这都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情 这么做的人不管最后有没有成功 也能得一个豪爽的称号 可只有真正失去的人 才会懂这种人是多么无耻 但对于旁观者来说 他们的心态又不一样了 反正自己没失去什么 对于这种劫富济品 家道德谴责 当然是当热闹看了 还是那句话 不全盘否认郭湘的厉害 但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角色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 欢迎关注